他叫刘洋 今年三十岁 来香港五年了 他工作的地方就在市中心 他每天走路上班 他的工作很忙 经常要忙得很晚才回家 他正在工作 他在用电脑打字 他戴着一副黑色的眼镜 现在已经晚上十一点半了 他还在加班 他必须完成工作才能回家 这份工作对他来说很重要 工作不忙的时候 他喜欢一个人去散步 他走过一片树林 今天的天气很好 他也喜欢一个人爬到山顶 去看日落 站在山的最高处 看着远方的日落 他真的美极了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一个关于刘洋的故事 他来香港已经五年了 其实我来法国 今年六年了 所以我来哪里哪里几年了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句子 比如你在纽约生活 New York 你可以说我在纽约工作五年了 或者我在纽约生活五年了 你也可以说我在纽约学习五年了 当然你还可以说得更具体 你可以说我来纽约上大学三年了 我很喜欢这座城市 刘洋的工作很忙 他一直在工作 你的工作忙吗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你的学习忙吗 所以你可以说我的工作很忙 表示你有很多工作 你也可以说我的学习很忙 有可能是你有很多作业 还有什么方式可以来和别人聊生活呢 我们还可以说生活的节奏很快 生活的节奏很快是什么意思呢 他表示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快 比如你要早一点起床 快点去上班 快点去上学 快点吃饭 快点下班 快点去见朋友 快点睡觉 有的时候你没有时间休息 也没有时间去旅游 更没有时间看一本书 这就叫生活的节奏很快 我觉得法国的生活节奏很慢 和中国不一样 在故事中 刘洋喜欢一个人去树林里散步 他喜欢一个人到山顶去看日落 或者日出 你喜欢做什么呢 你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看书 或者看电视 我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画画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你已经学会了说 我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做什么 现在让我们来学习 我喜欢和谁一起做什么事情 比如 我喜欢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旅游 我喜欢和我的朋友聊天 我喜欢和我的孩子一起画画 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现在是早上七点钟 闹铃响了 我该起床了 起床后 我穿好衣服 早饭你吃的什么 今天早上 我喝了一杯牛奶 吃了一些麦片和水果 吃完早饭 我来到洗手间刷牙 然后背上书包 出门了 我每天走路上学 我在学校门口 遇到我的好朋友 我们一起走进学校 现在开始上课了 现在是中午了 我和我的朋友 在学校的食堂吃午饭 课间的时候 我和我的朋友 一起在操场上做游戏 放学了 放学了 我到家了 现在我要写作业 我大概花一个小时 完成我的作业 写完作业 我会先看一会儿电视 我和家人 一起吃晚餐 我喜欢睡觉前 看一会儿书 看完书 看完书以后 再去洗澡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我要睡觉了 晚安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词汇是 垫子 你坐在椅子上工作的时候 靠在背后的东西 就叫做垫子 你练书以后 你练习瑜伽的时候 铺在地上的那个东西 就叫做垫子 放在门前的这个东西 也叫做垫子 桌子 桌子上的这个东西 叫做垫子 你吃饭的时候 可以把盘子 碗 放在垫子上 这样 可以保护桌子 鼠标下面放的这个东西 也是一种垫子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鼠标垫 你睡觉时 也需要一个垫子 这个垫子叫做床垫 没有床垫 睡起来会非常不舒服 所以你看到了 垫子不是一个具体的东西 而是一类东西的统称 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可以叫做垫子 比如放在门前的垫子 我们叫做门垫 Doormat 放在桌子上的垫子 我们叫做桌垫 Table mat 放在鼠标下面的垫子 叫做鼠标垫 Mouse pad 鼠标 Mouse 垫 Pad 靠在背后的垫子 靠在背后的垫子 叫做靠垫 Cushion 或者Pillow 你练习瑜伽的时候 用的垫子 叫做瑜伽垫 Yuga mat 你睡觉的时候 要用的垫子 床上铺的垫子 床上铺的垫子 叫做床垫 床垫 Mattress 天上有一个风筝 天上有一个风筝 今天的风很大 今天的风很大 天上有很多乌云 天上有很多乌云 天开始下雨了 天开始下雨了 雨停了 天上有一道彩虹 雨停了 天上有一道彩虹 风筝 方筝 方筝 乌云 乌云 下雨 下雨 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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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文老师丹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话题是 坐飞机去旅行 这个星期 我和家人决定去日本旅行 从巴黎到日本直飞 需要将近12个小时 直飞的意思 就是从巴黎直接飞到日本 中间没有停留 将近12个小时 将近12个小时 的意思就是快12个小时 比如我们飞了11个小时50分钟 我可以说快12个小时 或者将近12个小时 出发前的第一件事 打包行李 我带了几件衣服 裤子 还带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和一个照相机 因为是出国旅行 一定不要忘了带护照 护照非常重要 去有些国家旅行 你还需要签证 我和家人提前两小时 到达机场 记得要说两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而不是二小时 但是飞机不能按时起飞 我们已经在候机厅 等了两个小时 现在终于可以登机了 登机的意思 就是登上飞机 上飞机 我坐在靠窗口的位置 我喜欢窗口的位置 只是想上卫生间的时候 不太方便 系好安全带 飞机要起飞了 如果你买了商务舱 或者头等舱 你的椅子还可以放平 这样你可以好好睡一觉 当你买机票的时候 通常可以买到三种机票 头等舱 商务舱 和经纪舱 头等舱的机票 非常贵 商务舱 也比较贵 经纪舱的机票 一般不太贵 现在是午餐时间 今天的午餐 是蔬菜沙拉 鸡肉米饭配蔬菜 水果蛋糕 饮料 有各种果汁 红酒 啤酒 和香槟 吃完午饭 啊 我有点困了 我想我最好睡一会儿 我睡醒的时候 天已经亮了 现在是早上五点钟 我们已经飞行了十一个小时 很快就要到日本了 飞机正在降落 这个时候 空乘要求我们 系好安全带 打开遮光板 调直座椅靠背 飞机落地了 我们要下飞机了 没等多长时间 我们的行李也到了 我们拖着行李走出机场 我的一个日本朋友 来机场接我们去他家 我太高兴了 我们的日本旅行开始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我一看书就想睡觉 唉 我不喜欢看书 我一上数学课 就想睡觉 我不喜欢学数学 我一听他说话 就想睡觉 他说的话很无聊 我一听这首歌 就觉得心情很好 这首歌让我很放松 我一看到这个玩具 就想起我的童年 我一看到这辆车 就想起那次旅行 我一看到桌子上的蛋糕 就想起来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我一拿起这本书 就想起上学的时候 我一拿起手机就放不下 我对手机太依赖了 我一出门就想开车 不想走路 我对汽车太依赖了 我一玩游戏就忘了时间 我对游戏太上瘾了 我一跑步就心跳加速 喘不上气 我太缺乏锻炼了 我一到周末就想买东西 但是花钱容易 挣钱难啊 我一看到别人都找到了工作 而我却没有 就觉得自己很失败 我一和陌生人说话就紧张 我是一个内向又敏感的人 嗨 大家好 很高兴又回到了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今天是2021年的1月2日 我们刚刚过完元旦 所以大家见面一般都会说 新年好 有的同学问我 老师 新年和元旦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中国人一般会庆祝两个新年 一个是阳历的新年 另一个是阴历的新年 阳历的意思是solar calendar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使用的都是阳历 比如开学的时间是9月1日 国庆节是10月1日 使用的是阳历的日期 阴历的意思就是lunar calendar 一般只有在中国的传统节日 大家才会使用到阴历 比如春节指的就是阴历的新年 现在你明白 为什么中国人有两个新年了吗 新年期间 我收到了很多祝福的短信 有的同学写 丹丹老师 新年快乐 谢谢你 我收到了你的祝福 我也祝你新年快乐 可是除了说新年快乐 还有什么其他的祝福语吗 我在这里教大家一个写祝福语的好办法 当我们写祝福语的时候 要注意两件事 第一 你要想一想 这些祝福语是送给谁的 比如 你想写祝福语送给小孩子 还是正在上学的学生 或者已经工作的人 又或者是刚刚结婚生了孩子的人 再或者是年龄大的老 老人 不同的生活阶段 我们可以送出不同的祝福语 送给小孩子 我们可以写 祝你新年快乐 健康成长 健康的意思就是healthy 成长 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英语的祝福语 May you grow up to be healthy 你可能注意到了 我们这里选择的祝福语 都是四个字的成语 这也是你要注意的第二点 祝福语不需要很长 但是要尽可能地结构对称 比如前半句是四个字的词语 后半句也应该使用四个字的词语 如果你想把祝福送给正在求学的人 比如高中生或者大学生 这些学生一般学业压力比较大 所以你可以写 祝你新年快乐 学业有成 学业的意思就是你的学习成果 有成的意思是有成就 这句话相当于 May you achieve success 而且特别指academic success 学业成就 如果你想祝福刚刚参加工作的人 你可以说 祝你新年快乐 工作顺利 Everything goes well with your work 工作 work 顺利 goes well 如果你想把祝福语 送给已经结婚 或者有了孩子的人 我们可以说 祝你和家人 请注意 这里是 祝你和家人 新年快乐 生活 美满 生活 life 美的意思就是 美好 满的意思 其实是指 圆满 圆满 就表示 fulfilled 你感到圆满 你感到圆满 you feel really fulfilled 你感到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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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年龄大的老人 福寿 福寿的意思 就是长寿 英语 一般翻译成 longivity 绵长 绵长 长长久久 一直这样下去的意思 在视频的最后 我要送给大家的祝福是 新年快乐 诸事顺遂 诸事的意思 就是各种各样的事情 顺遂 就是如你的心愿 诸事顺遂 指的是 万事如意 希望大家 喜欢今天的视频 我们下次再见 现在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汉字 读作道 在解释道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几段视频 箭头所指的地方 叫做人行道 人行走的道路 人行道 在人行道的旁边 是一条马路 在这个视频里 箭头所指的道路 叫做自行车道 在车行驶的道路 叫做在车道 专门用来滑雪的道路 叫做滑雪道 也可以说雪道 看完这些视频后 你觉得道应该怎么翻译呢 道有两部分组成 左边叫做走之旁 它的意思是脚 右边这个字读作手 它的意思呢 原本是指头 但在这里指的是 人的头脑 mind 头脑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 头脑中想着 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那么说明 他知道 可是知道 不等于会做 只有当你知道 为什么 还有怎么做 才算 你明白了 其中的道理 道理这个词 英文一般把它翻译成 principles 或truth 当你明白了 一件事的道理 就说明 你真的理解了 真的明白了 子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为什么 别忘了 你明白了 我 你明白了 感谢观看